醫療資源浪費的問題 昨天我們談到臨口腸跟醫院 有一個叫做隔空開刀的 這個弊病 第二個呢 就是所謂的是不是腐爛的 去做這個叫做子宮鏡的檢驗 今天健保署揮大刀 去做一個叫核檢率高達百分之七十二 不是說一百劍全部七十二劍退掉了 而是說其中呢 他抽驗了這些 有爭議或是有疑慮的這些 做子宮鏡的劍數呢 其中百分之七十二呢 說你這太虛弱了 所以不給他健保補助 今天我們來談一談 是不是對醫院來講 多做檢驗才可以多賺錢 不然你沒辦法做那麼多檢查要做什麼 可是對病患來講 是不是多做檢驗 多一分保障 反正是免費的 可是不是免費 那是健保資源 但是對民眾來講 環境不用出錢 多少做 沒有抵抗我頭痛 要去做腸鏡 搞不好可以發現其他的問題 很多人的心態說 反正是健保資源不A 白不A 可是呢 A多了 健保真的會倒掉 我們今天來談一談 整個所謂的無畏的 沒有意義的 甚至是無效的檢驗到底有多浮覽 甚至呢 在昨天我們談到這個例子呢 是因此而逝去的一個新生胎兒的生命 來談這個題目 介紹五位特別來賓 首先特別感謝是衛福部健保署的署長 李博章 李署長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再來歡迎是立法委員林靜怡 大家晚安 臺灣醫院整合醫學學會的副秘書長 蔡宏斌 蔡醫師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醫療改革基金會的董事劉梅君 劉老師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資深的媒體人 洪素卿 大家好 先來看看 今天健保署大到一會 說不可以說你要報多少 我就給你核多少 核檢率 就是說一百趴一百件裡面 我給你看掉七十二件 高達七十二百分比 我們來看看為什麼 以及之後的一些影響 林口長庚醫院一名女員工 日前在院內進行子宮 检檢檢檢查時 疑似營醫師沒有驗孕 導致嬰兒胎死腹中 也傳出長庚濫用子宮 检檢檢查 經過健保署 抽驗病例後發現 近三年來長庚申報四百零四件中 有兩百九十一件被認定核山 核山率達百分之七十二 也就是說三年來 約五十九萬元的子宮鏡檢查費用 要由醫院自行吸收 健保署表示近三年來全國各醫學中心 婦產科門診就醫人數 平均每年約五十五萬人 林口長庚就有八萬人 佔一乘五 在子宮淨檢查方面 醫學中心每年平均檢查數為1.85萬人 而林口長庚一年就有八千八百人 佔全國受檢人數的百分之四七點四 受檢率為百分之十點五 比各醫學中心高出三倍 其中還有一名婦女三年內 做了二十五次子宮淨檢查 但是有二十次是非必要性 我們希望將來我們所有的醫療組織 都是以要比非侵犯性的 保守性的藥物治療為主 然後再來進階到比較高階的 的一個侵入性的檢查 二十五次那個是治療性的 它不表示它就一定有問題 有時候一個治療 用這樣一個簡單的一個方式 反而它是對病人是比較安全 院方強調多次子宮淨檢查的 病例多半是子宮腔沾黏 或早期子宮內膜炎 接受藥物治療 以保留子宮生育功能的病人 顧需要進行多次子宮淨檢查 未來也會備齊所有病例 以及相關文獻資料 提出身負 希望能釐清事實真相 記者賴淑銘 蔣龍翔 臺北報導 先來請教書長 我們來看看這個數字 怎麼樣健保署去理解這些數字 現在查出來說一百零三年到一百零五年 全臺灣的這個婦產科門診就醫人數 在醫學中心平均一年是五十五萬 可是在林口長庚就大概有八萬 全臺灣五十五萬 但是林口長庚佔八萬 然後總計再佔十五趴 林口長庚說 因為我很厲害做的 我是全臺灣第一批在做子宮淨的醫院啊 大家有這類的問題 當然來找我嘛 所以人數多 人數多 我做的建數當然也跟著多嘛 你怎麼可以因此說我腐爛呢 我們來看看子宮淨檢查 醫學中心一年檢查 大概是一萬八千人 那林口長庚呢 一年就有八千多個 將近五成都在林口長庚做 一樣的說法嘛 因為我厲害 我專業嘛 對不對 我大庚嘛 就是說有問題都擠到這也合理 那我們來看看婦產科門診 病人接受子宮淨檢查的比例 醫學中心呢 大概是平均三點三趴 林口長庚是十趴 這三年來接受重複子宮淨檢查呢 超過十二次 一共有五名病人 其中臺大有一個 林口長庚有四個 其中有一位病患呢 是三年檢查了二十五次的子宮淨 可是剛剛林口長庚醫院的發言人 也講得很清楚 病況是複雜的 他必須一直做這個才能去做 而且這個東西呢 算起來在手術上是簡單的 是卻有需求 而不是腐爛 那抽審林口長庚呢 這三年執行率高的醫師 還有病患重複檢查超過十次的醫師呢 總計抽了四百多件 兩百九十一件被核檢核檢率百分之七十二 核檢率是說 我抽四百多 四百零四件 退掉你兩百九十一件 不是說你這幾萬件 我退掉你百分之七十二 這個理解不是這樣理解 但是林口長庚有說 因為我病患多 病情複雜 問題大的都送到我林口長庚 我當然這種件數跟比例 就會比其他醫院高很多很多 那你因此來刪減我的子宮 鏡的核銷 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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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部分的話事實上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就是說 整個健保體系是尊重專業 尊重專業 所以說說長庚醫院 他們目前的一些 就是說病例的話 我們是請婦產科的醫師 去做初審跟婦審 所以他們看出來 就覺得有一些是屬於不合理的 一個醫療的行為 那當然就是說 目前的一個一個結構面 就是說長庚醫院 他們可以深護 深護的時候 我們還會有一些就是專家 會再去看一看 到底是不是怎樣 因為他可以再拿這個所謂的檢查 二十五次子宮鏡頭說 他就真的有需要 對對 他如果真的有需要 你們就還是核銷 對對 我想事實上是這樣 因為的確是尊重 每一個專業的那個 那個醫療行為 是我們的一個態度 不過就是問題是 當然就是說 你不能說長庚醫院做多就不對 所以我們並沒有這樣講 只是說他這一部分的話 在同彩來講 覺得是好像是不應該 但是問題剛剛長庚醫院的醫師 尤其是說 因為有一些病人 他病毒子宮沾黏的比較厲害 所以他一次一次 但是問題就 這樣的情形 在婦產科醫學會的秘書長 黃敏昭醫師 他竟然有提到說 其實你腳下一次一次都做 效果不是很好的時候 理論師應該要有不同的考量 所以這是一個一個 這樣情況 所以說目前來講 就是說我們當然是這個 有七十二percent的話呢 是屬於要核山的 那我們就看他情況怎麼樣 不然另外還有一個 比較嚴肅的問題 就是說 在健保的一個 這個支付辦法 裡面有一項 假如說 他的這個不合理的 那個醫療行為的話 就是說這個樣一個 連續兩年的話 我們必須都要同時要處理 所以變成說 他假如是目前這樣 像那個三年的話 大概是五千多萬嘛 大概五千多萬 假如是理論上兩年的話 大概將近四千萬的話 這也是會是相當大的比例 了解 署長我請教 就是說當然 我們絕對不希望 有任何人 任何醫院 去無理的A健保資源 可是回過頭來 這樣子的三減率這麼高 七十二percent 會不會導致臨口腸根說 我做子宮癥 到期的健保數 不然給我錢 都不要做 都不要做 會不會反而喪失損害到病患權 對 所以說是這個整個態度的時候 我想是很嚴 就是一個很嚴肅的情況 一定是尊重專業 你假如需要做的話 我們一定會 就是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就是為了刪減而刪減 是不會做這種事情的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所有民眾 跟所有的醫界人士 也可以百分之百放心 我想健保的思考邏輯 病人該做的 我們一定提供給我們的民眾 最好的一個醫療的照顧 我用問請教 是不是真的太腐爛 第一個事情 以這個比例來說實在太離譜了 那當然我覺得臺灣慢慢應該可以走 逐漸走向某些特定專科醫院的做法 那比方說我這個 這個醫院是專門在做骨關節的 那我當然骨關節的手術或檢查 會比其他醫院相對同才來得多 這樣好像蠻合理的 不過他剛剛有個說法有個漏洞就是說 我就做比較多啊 我就子宮鏡是專業啊 問題來了 所以他這些來長庚醫院做子宮鏡的 這些病人都是經由轉診來的嗎 還是這些病人這麼厲害 他去看長庚之前就知道 我是要來這邊做子宮鏡 你子宮鏡很厲害 所以我來找你 還是不管什麼情形 他都叫他做子宮鏡 是 也就是說這個邏輯上 如果照分級醫療轉診制度 都清楚了 全臺灣的醫生都知道 這個醫院子宮鏡做得最好 那經由轉診來這邊子宮鏡量很多 非常合理 因為那是專業 整個同才判斷說 是 醫院很會做這個手術 這個醫院在這個部分很專門 是 那這樣就合理嘛 是 可是如果長庚醫院 在這些婦產科門診的病人 他的這些子宮鏡都是 甚至有些是出診 他的主速就是一般的不正常出診 就是子宮鏡檢查 這樣合理嗎 這些病人怎麼那麼厲害 自己去這邊之前就知道 因為這裡很會坐子宮鏡 然後我的疾病 就是坐子宮鏡 OK 那或許臨口長庚 在之後的生父 他可以聽出來說 確實這些就是必要做 而且很多都是轉接過來的 不過這之後 他如果能夠拿出來 轉接單的話 那我先請教委員 因為昨天我們也談 您是那個專業的婦產科醫師 因為對民眾來講 檢查好 多檢查多好的 我也知道我身家有生什麼 生的搬一命 不然就做當然好嘛 對醫師來講說 你跟我講什麼出血啊 甚至肚子痛啊什麼 我其實也不太能掌握 照了再說 我們來看看照了 到底是好還不好 我們先不談醫療資源 我們就談就病患 權益來講 子宮鏡檢查呢 適應症就是說 子宮異常出血 內膜病變 息肉肌瘤或不孕症等等的去評估 那優點是什麼呢 就是降低傳統子宮頸擴張 跟子宮內膜燒刮數的次數 因為恐怕這兩個傷害是 會比子宮頸更大 然後呢 診斷也更精準 因為看得一清二楚嘛 你有長什麼東西 看得很清楚 可是呢原理 我說實在也不太懂 壓力水柱打入子宮 把子宮撐大 用內視鏡去看 觀察有沒有病變 有的話呢 也可以透過子宮鏡 切除病變的組織 可是懷孕 昨天我們念那一封公開信 懷孕已經大概是四十 他是二十三 二十八週 二十三週 五百科的小孩 然後因此小孩子生產下來 可是後來死掉了 或是子宮感染的病人 你水柱或是深入的鏡頭 就會帶來風險 做這個 這個這個叫檢驗 還不叫手術 對他是檢驗 很危險 這個檢查 他相當於是說 他要把這個鏡頭 放進子宮 所以剛剛上面講的 懷孕或感染不可以 因為感染的話 你這個水柱再進去 會把細菌再往內帶進去 那他上面講的 試應症 沒有錯 可是這些試應症 是子宮鏡的試應症 這些症狀 也是超音波的試應症 那我們在婦產科 我們其實應該說 所有的西方 我們講現在的西醫 他都有一些全世界認同的 我們講 概念 就是說 你有這個症狀的時候 你的首要整檢查方式是什麼 第二項的檢查方式是什麼 如果你發現了怎麼樣 你要做哪一步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流程 那以異常出血 這樣子的一個主速來說 在多數的診斷 第一個動作叫做 我們叫做那個理學檢查 你要摸 摸子宮 打開來看子宮頸 如果有做這個動作 怎麼會發生懷孕的時候 竟然還幫他做子宮頸 因為我一摸二十二十三周的子宮是蠻大的囉 所以第一個他該做的促診就沒有做 第二個標準檢查方式 第二個建議的就是超音波 因為他沒有侵入性 沒有任何傷害 是 可是長根沒有走這條路 是 那走的是第三條 那這樣合理嗎 那會不會醫師覺得說 超音波不準啊 那看不太很清楚 就子宮頸照了 我就一清二楚 超音波檢查有他一定的準確度 當然他也有一些部分是沒有辦法處理 但是大部分的流程是 超音波檢查發現子宮內膜有異常 然後可以安排子宮頸去做確認 甚至同時在子宮頸的過程中 可以比方說把息肉就拿下來 或做細胞採樣 那你要說準確 其實靠子宮頸去看 看這個這個子宮腔內 這個狀況認為是癌症 也要做切片下來 才能確認是癌症細胞 也就是說 子宮頸是一個診斷協助的工具 是 那他這個協助 他跟超音波各有好處 但是他能不能取代超音波 至少在我學的婦產科學裡面 目前沒有這個說法 所以至少我們有幾個正確的訊息 是說第一個呢 如果說發現自己身體 有一些異常的時候 去找醫師 醫師應該先問診 然後要病理檢查 就是至少要促診 對 然後你懷孕那麼久了 其實一摸就知道 有 有沒有可能懷孕 至少摸到子宮怎麼那麼大 然後接下來才是超音波 然後再接下來才是子宮頸 對 有必要的 第二個呢 如果當醫師啦 當然這個是特例啦 如果當一般的醫師 婦產科醫師說 經過這些 你還是要去做子宮頸的話 拜託你不要陰夜廢時 對 不要說你不做 因為很可怕 你怎樣怎樣怎樣 這是要同時得到正確的資訊 可是我請教劉老師 您支持今天健保署大三 林口長哥嗎 我想是這樣 要不要三 當然我剛剛聽我們署長講說 這個專業的判斷 我們很尊重 可是專業判斷的前提是 你要展現你的專業倫理 如果今天這家醫院的醫師 這個專業倫理已經輪上了 那對不起 我們這種所謂的專業尊重 這個地方就得要做 就是說你不能內控 你不能自我規範 自我約束 我們只好靠這個外面的約束了 好我想這是第一點 我想談這個地方 第二個就是說 今天醫生出了這些問題 我相信絕對 當然有些醫生是 可能是出了問題了 可是我更相信就是這個主要 組織文化 這個管理制度也出了文化 才會讓有一些醫生 要這樣做 也敢這樣做 也獲得同意這樣做 我不相信他做了這麼久 然後醫院都不知道 然後醫院也都很無辜 我不相信 這一定是反映了某種程度 這個醫院的文化 這個管理制度 somehow 他已經是 這個走 走岔路了 所以這地方又回到 變成是一個這個醫院治理的問題 那長期以來 其實我們對於這個衛生 這個衛福部 要在醫院這裡上 因為他本來就是本質上 是一個非營利組織嘛 非營利組織嘛 他本質 醫療本來就是非營利 理論上應該是 對 本質上就是應該如此 對 那特別是財團法人醫院 他更是嘛 因為他的那個作為一個 這個法人組織 他法律上面 他就是一個非營利組織 那你如果你這樣一個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機構 你往營利方向發展 然後導致 就是我們今天有這麼多的醫生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頭 不得不 我相信這個醫生不會是第一天當醫生就準備要這麼做 這件事情 我不相信 可是長期來可能就一些這個積飛成事 然後這個一些這種不良的做法 就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他不單純 只是剛剛我們幾位這個醫生談的都是專業上 他到底有沒有照SOP來做 這是一件事情 可是我相信如果他今天有心要做別的事情 這個SOP可能都已經不在他的 在教育上 我們有說叫考試引導教學 在醫療上會有叫做健保補助影響醫院治理 如果說這是醫院治理的文化的話 那恐怕健保署也要負很大的責任 是當當這樣報 你錢就給他 你這一次他報了很多 我給你讀七十二趴 你後來還報嗎 所以我想問的是說這一次的動作對於 我不知道 波亂發生 你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那個核山率這麼高 會不會影響到這個病人的痊癒 可是我也要講 從另外一個方向講 如果他今天這麼腐爛 然後不是從病人本身他的需求出發 然後我們讓我們看到有這麼多 這種 反而侵害病安全 對 到底這種 我們到底是刪是侵害還是保護 這地方還真的很難說 到底是刪的讓所謂的臨口腸根 會很謹慎的做子宮鏡 是保障病患 還是說不刪 讓他很輕鬆的 很多人都來做子宮鏡 是保護病患 肅清你的看法 我覺得這個其實醫療有流派之分 這個這個 Young V 這個 V2 出這個事情的醫生 他也不是不好 說一句實在話 有一件事情要有樣學樣 老師怎麼教 學生怎麼做 比如說 剛才委員有說 會不會摸肚子 這個部分 其實因為那個患者本身體型比較大 不一定摸得到 但是第二個部分 那還有超音波 為什麼沒有用 也就是說 如果你在你這個體系裡面 老師因為有時候 就像以前剛開始 腹腔鏡的時候 很多人就一股腦就做腹腔鏡 管他什麼都來腹腔鏡 因為覺得兩個洞很方便 幾個洞很好 傷口很小 住院日數短 可是一定要剖腹產的醫生 剖腹開刀的醫生就會覺得 這個用剖腹就可以 你幹嘛去做那個呢 所以第一個 當然也是流派之爭 我必須說 為什麼 因為你會仔細看 他們發言人講 其實他們自當那個 我們健保署做利益抽審之前 長庚自己也做了內部核控 他內部核控是說 因為這一次出示北區這邊嘛 所以他找他們南部的相關 自己的婦產科上來 重新看一次他的資料 你會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即便他們重新看 他們自己的資料 據說當時 當時呢 老派的 一些老派的醫生 真的 總共三分 表示說那些老 一些 一些老師 他可能就是真的 他平常很少用子宮鏡 他還是習慣平常的流程 是 那如果真的要做一些手術 太習慣 那我們就到手術房 去做手術房那一套 可是另外一個流派的醫生 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子宮鏡 內四鏡 什麼鏡 他們有一個成立這樣的中心 你就發現那些央鼻症好大一疊 都是 哇 你怎麼這麼多 就是他已經是習慣這一套 那你說習慣這一套 是這個孩子的錯嗎 因為老師就這樣教的 比如說一句實在話 有時候不是為了錢 我有一次帶我的親友 去某醫學中心 那個時候剛好是流感期間 那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以前的老醫生 會聽心音 然後聽一下呼吸聲的 幹嘛 沒有啊 就X光什麼什麼什麼 就這樣啊塞啊幹嘛 你會發現新一代的醫生 有時候這些最不用錢的理學檢查 他們也早就越來越不會了 因為越來越多的 越新 越新的機器 越快的機器 越快的檢查 越好的檢查 眼見微頻的檢查 這麼多 那武器 大家就覺得我當然用最最快 或者是不會 最不會出事的 我就做嘛 所以第一個部分 我覺得有些是流派之爭 是 不一定說我是為了特別要腐爛 因為你可以發現就像剛剛講 適應症 每個可能都是啊 因為子宮異常 女生有多少是因為子宮 異常出血去就醫的呢 所以他的適應症 可能一看覺得還ok 那你說做很多次 因為我是治療 他一次沒治療 我自己死多次 所以我覺得這必須從頭來審視 就是說我剛才其實老師講 一個很重要一點 就是給付真的會引導 醫療的行為 這件事情之後引發討論說 哎唷 早知道我們也都用子宮頸 因為我們用超音波的時候 沒事檢查 沒事還會被核掉 說你也就檢查無異常 這個不必要做 血液會生腹 現在早知道原來子宮頸不會被刪 我們就做子宮頸就好了嘛 但是現在做子宮頸會被刪 可能被刪 對 所以說當我們在為了一些管控的時候 我們去做一些刪 一些核刪的動作 如果沒有考慮到下面的想法 他們就會去想說 既然做超音波給人家核刪率這麼高 那我不如做別的 別的 第一個又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二個核刪率又低 第三個說明 他的點數還比較高 那一根 全部都很好 又方便 不用拉到手術室 有些地方在這邊就可以做了 所以這是環環相扣的 從教學面來講 老師教他們這樣做 那從給付面來講 健保署告訴你說 我如果做超音波 我刪的比例高 我就往這邊做 結局就是受害 就是 也不能說受害 民眾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 他也不知道自己被做的處置 到底是不是最適切 因為畢竟我們沒有專業 所以今天健保署的這個動作 勢必會對婦產科有一些影響 可是我要先請教跳開婦產科 請教蔡醫師 您是做最後端病況最嚴重 葉克膜 中症 最中症的那個才會塞到你 可是塞到你面前呢 就是幾乎都是躺平的一些病患 是 你如果沒有做非常非常多的 所有的檢驗 你如何去決定如何去救一個人 我想問的是說 什麼叫做不必要腐爛的檢驗 什麼叫做必要一定得做的檢驗 是 我想因為剛好我最近剛去日本東京 參加他們日本的這個病院總和診療的 這個醫學會 就是在日本他們強調這個內科的 這個訓練的這個學會 那在那個學會上面 日本自己 他就引用美國最新的這個臨床準則 他有提到說 在有一些的這個情況 你不應該去濫用高貴的這個檢查 他裡面有提到幾個 我印象很深刻 他說當一個病人 他沒有這個心肌梗塞 心臟疾病的風險 你不一定要去做心電圖 因為心電圖很簡單做 可是他裡面就有提到說 有一些病人 你不見得都要去做心電圖 他第二個他說 如果你的那個開刀的範圍 不見得是在這個胸腔的這個疾病 那你的X光要不要做 在美國的準則 他裡面就有提出說 這個要審慎評估 第三點就是說 很多年長的長輩有腰背痛 那是不是腰背痛的病人 所有的都要去做核磁共振電腦斷層呢 在美國日本的這個準則裡面 就提出來說 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去做 那麼高貴的檢查 是 那所以換句話來講 我覺得就回歸一個根本面 你所做的這個檢查 是不是符合病人的需求 是不是符合你醫生的這個專業 兩邊都要去talk 所以剛剛其實大家有聽到說 我們醫生自己專業的觀點來談 可是那個病人的這個需要 用什麼樣的方法 讓他安全又可以檢查 這個其實兩邊要對話 那目前呢 我發現在台灣的教育裡面 我們對醫生 你要做有證據的醫療實證 講很多 可是病人這邊的需要 你用怎麼樣的方法去 滿足他的需要 然後呢 在臨床上面又OK 這個部分 台灣這一塊 還要再加強 我們缺這一塊 醫師的觀點 我們之前有談論一個個案 一個前法官 他太太在那個健身房跌倒 然後趕快送急診 好像也是台大對不對 然後呢 那個台大急診科醫師呢 他沒有幫他做電腦斷層 當下啦 第一時間沒有做電腦 後來趕快有在做 當下沒做電腦斷層 然後他太太過世了 所以他就去告這個醫師 你為什麼不給我做電腦斷層 如果當有病人跟說 欸 我這個頭很痛 要做電腦斷層啊 或是說我那個咳嗽 流鼻血啊 什麼的 我懷疑我是肺癌 鼻炎啦 我要做正直掃描 什麼什麼 醫生有知道說 我覺得你不用做回去 我就說醫生會不會為了 所謂的防禦性的醫療 然後反正醫院會去報健保署 健保署會核消嘛 要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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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看 這個結果是這樣子 一百零五年呢 根據健保署的資料呢 有一個人呢 一年做了二十四次的電腦斷層 這個委員也貼到 一年做二四次 剛才一年做兩次 電腦斷層很久的中間 你知道嗎 他到今年做二十八次了 已經二十八 今年還沒過了 這樣而已 然後呢還有一個人 一年做九十六次的全套血液檢查 三天做一次啦 九十六次 剛才三天做一次啦 不到四天 還有呢 一年做十次的磁症噪影 MRI 一年做二十一次的腹部超音波 這都同 這四個是不同的 然後但是這是一個人一年做二十一次 所以健保署呢 說五月五號今年開始呢 就是要透過健保雲端醫療系統 說你在就醫的時候呢 這六個月做了什麼重大的檢查呢 都會顯現出來 然後呢也要加強申報的 審查的這個工作 可是我們來談談 這恐怕是醫院跟病患的共同問題 對醫院來講 等一下會會談說 醫師的診察費其實很低 看一個病人 要領埋 檢報給他錢是微乎其微 但是做個檢查呢 可以把這邊的虧損呢 彌補回來 當然多做一點 對病患來講說 我頭痛 順便照個腸鏡胃鏡 多減啊 醫生也不用錢啊 醫生說可以 那為什麼不啦 我們來看看 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所謂的過度腐爛的醫療檢驗 才會問題這麼大 中部一名三十六歲男性 去年出車禍 疑似有腦震盪 胸痛等症狀 一年內跑了七家醫院看診 總共做了二十四次電腦斷層 掃描檢查 其中在某家醫院就做了六次 光是他的健保檢查費用 就高達十多萬元 是去年的健保重複受檢王 到不同的醫院去 不同的醫院都有給大家做 把你做一個電腦斷層 有一些是做頭的 有時候是做他的那個護部 這些這些檢查 事實上都到現在維持都還好 根據健保署最新統計發現 去年一百零五年 民眾檢查項目中 以電腦斷層噪影CT花費最多 總共支出九十二億元 其次是超音波支出九十億元 辭證噪影MRI支出五十八億元 一年來所有的檢查項目 總共花費六百八十八億元 值得注意的是電腦斷層檢查 從民國八十七年的三十一億元 到去年飆升到九十二億元 成長率達百分之一百九十六 由健保署找相關的醫學會 然後大家一起訂一個 進在健保的幾副規定裡面 讓大家有所遵循 醫改會建議健保署 因比照歐美國家 制定各種健康檢查項目指引 讓醫師有所遵循 不會福報濫用健保資源 而健保署則是強調 尊重醫師專業判斷 但如果是重複檢驗過多 會加強審查核山 記者賴樹美張子佳台報道 不過委員你比較清楚 這個一年二十四次 其實已經到二十八次 那因為還有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那原因到底是什麼 二十四次以後 現在加了十次 他已經三十四次了 他兩個禮拜做一次 他身體的輻射量很高 因為那個委員一直在乎 這個東西 就是很關心這個評判 那我們自己來講 我們健保署也是很認真 在就是說 因為就一些醫療資源的使用 我們會特別去留意 那只是說 這個病人 事實上我們當時 我們知道 這樣一個情況的時候 我們就有注意到 他在各 講完那一天 他要到山區總醫院 又住院了 那時候我們就有跟山區總醫院 保持聯絡 然後去拜託他們照會相關的醫師 看看到底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不過檢查是沒有什麼問題 不過委員特別提醒我們說 要不要留意這個病人 是不是有那個腦袋的問題 不過精神看起來 也是沒有問題 那最近的時候呢 我們就因為把他列管 所以他到各個醫院去的時候 說實在的 醫生都知道說 這個是列管的一個病人 就跟一般來講 我們現在有一些 馬菲的病人一樣 所以就有跟 有在注意 但是問題就是說 剛剛委員也提到 因為病人他來的時候 他說他不舒服嘛 那不舒服的時候說實在 沒有一個醫生敢說 你來沒有問題 就不管你做 那不過就是說 我當時也是一直希望說 各個醫院的話 能夠把這病人 這個譬如電腦斷層 做比較完整 譬如說 以前他都是有做一個 沒有加血淋劑的 可能會漏掉一些東西 我們就給他做一套 完整的有加血淋劑的 看看腦袋裡面 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不過最近的時候呢 委員有特別提醒的時候 我們就特別留意一點 他是不是跟保險公司 是有相關性 所以我們透過系統 去請求那個 就是那個我們的財政部 那個就是保險公司的 要關系統 有 我們已經在進行了 我說有嗎 還沒有 還沒有答案 因為那個東西 你知道要找那個管道 也不是說你講了 他就會 因為他是形式換 形式案件 他可以把它幫你處理 行政案件的話 理論上不受理 當然就是一定要透過一種 就是交換的一個情況 來市長我請教一下 我們的檢報才會這麼奇怪 我就去到病院 不管掛肌診 還是掛門診 我就醫生說 醫生啊 我每次痛到 剛才被牽絲講到 車子 被牽絲到眼睛 拜託 我要照電腦斷層 CT給我照一下 醫生就照了 對啦 其實這就是說 剛剛你們提到的 防衛性醫療 本來就是每個醫師 就像剛剛你說 臺大醫院那個 那個case也是一樣 就是說你沒有做 然後病人 他有問題的時候 家是會告你嘛 所以理論上做這個檢查 沒有不對 那我常常在跟我同學講說 假如我們 為什麼我一直在提起 尊重醫療專業 假如醫師 他在覺得這病人的病情 是需要做什麼樣的檢查 包括抽血 什麼東西的時候 雖然就剛剛有提到說 他有一些 在一個月內有重複做的時候 我們還是尊重 他還是可以做 只是像這種case的時候 譬如說你電腦斷層 做過了一個 你譬如說 你不是說急診的case 像一般的話 你假如說你的那個 消耗器系統 譬如肝臟啦 這個腹部超原部 腹部電腦斷層 你在臺大醫院做 臺大醫院的那個 他的那個品質 沒有問題嘛 那你又跑到 那個長根醫院又做 那可能長根醫院的醫師 就需要從電腦裡面去看 那個臺大醫院的報告 或他的資料 假如說可以的話 就不要再重複做 這是我們的態度 那至於你說到提早說 因為病人 他開口了 醫生怎麼去面對 那這是我們目前健保的一個 卡關 因為我相信像說 就拿你來當藉口 健保說 你之前在臺大做過 所以在我長根不能做了喔 不然你臺大做過 你在臺大做過 你的那個電腦的資料 你可以看到的時候 你應該對你的診斷 是有幫忙的 你就不一定 你不需要再重做 蔡醫師我請教你 這種所謂的防禦性 那個太文言 就是因為醫生怕被告 或者是說 怕那個病患太過頭 好啦 做了都做了 頭痛 腸筋 胃筋 都自己照照 這個情形會很嚴重嗎 其實這要看 您碰到是怎麼樣的病人 如果說那個病人 是非常的兇惡 而且那個整個那個氣氛 是很對峙的時候 那可能我們醫生 他可能當下 不只是要對應這個情勢 他還要去翻書 找那個 真的有適應的 這樣的條件去做 不過我是覺得說 這部分其實要看場合 那劉老師 這不能制度解決嗎 沒有沒有 我剛剛我聽 我非常贊成這個設醫師 當病人跟你講說 我剛剛被什麼的撞到了 我現在要做AMRI 那到底是你病人是醫生呢 還是醫生是醫生呢 那醫生難道沒有 對啊 剛剛說那個適應症 我知道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 按照你的專業判斷 這不需要 可是他哪天來跟你 擄的時候怎麼辦 那你就有那個適應症 就是說當時候 他沒有這個 沒有那個 為什麼一定要做適應症 台大那個就被告了 這個我真的要講一下 這個防禦性醫療 這件事情 沒有一個醫師敢確定 今天這個 跟我說頭痛 我整個理學檢查 做完覺得沒事的病人 走出去之後 是不是百分之百沒事 了解 那我們這種狀況在臺灣現在醫病關係跟醫療糾紛 這種緊張的情況之下 沒有一個醫師敢確定跟你打包票說 我現在跟你檢查完你沒事啦 三天後五天後說實在 就算他一個月後後來發生什麼事情 家屬還是會來臺官抗議的 瞭解 然後還是會進法院的 好當然可能判了五年三年 整個法法 那個整個流程走了五六年 最後認為醫師沒有問題 可是哪一個醫師受得了這種事情 是 所以其實像這個二十幾次CT 甚至署長說三十幾次 這個案子 我一直都希望說 因為過去健保署 每次公布這個事情 就會說 所以喔 醫生 如果你們做得很腐爛的話 我會查你喔 如果你是那個 比方說你這個月裡面 這個病人前面的醫院 已經做了 你是後面那個醫院的 我要扣你的錢喔 醫生這邊很沮喪是說 我怎麼知道 他來我面前講的症狀這麼嚴重 我不敢打包票 我只好做檢查 那你怪我 所以其實這裡面 我們一直忽略一件事情 就是病患的責任 也就是說病患做這些事情 他其實沒問題耶 對不對 我一樣都掛急診 一樣的錢 你有做斷層跟沒做斷層 我需要付的錢差不多耶 那就像主持人說的 對病人來說 我何樂而不為 所以過去長期以來 我們的責任都是放在 醫療人員 放在醫院就是說 你要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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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來沒有把責任放回來說 第一個 這個病患 他到底有沒有 盡到自己的自我保護的責任 第二個 有個事情是失能的嘛 我們有社區醫療群 我們有地方衛生局 是 地方衛生局 你要不要去關心一下 你這個轄區裡面這個病人啊 你衛生局要關心民眾健康嘛 你這個轄區 面有一個病人 兩個禮拜照一次斷層 一年被車撞五次 你不要去注意看看 他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他 你要與此 與其讓這個病患盲目到處就醫 衛生局跟地方的這個社區醫療群 要主動去關心啊 瞭解 要主動去輔導 他說其實我跟你說 我帶你到某個地方 某一個可能是區域醫院 或甚至你周邊的診所 你的醫師會怎麼樣照顧你 你以後就讓他照顧 他認為需要轉診再轉診 腦袋的問題 我說腦袋是中性的啦 就是腦 所謂這個有腫 腫有病病 而是需要人家陪伴的問題 他可能是需要人家 給他更多的資訊 他是需要社工師 都有可能 說不定 所以我們其他資源 要一起進來 對 我們在這邊一直不斷地 把指責 指責說 醫生你可以不要做 你可以怎麼樣 其實我還是要回來說 這裡面要把資訊拿回來 跟民眾做提醒 我遇過 病患 病患要騙你 你 你能怎麼辦 我遇過病人 真的 那時候我還在門診 下午來跟我說 就是不舒服啊 就怎麼樣 我真的就照標準眼內診 抹片也做 因為覺得不太對勁 超音波排了 排完之後 一看超音波騙子 我說不對 你這個可能是惡性腫瘤 你知道家屬怎麼跟我說 你跟早上看那間音樂的醫生 講得一模一樣耶 阿娘 喂 他要騙你的時候 這個醫生有辦法 指導病人要騙你嗎 是 所以這裡面去把這麼多的壓力 苛責在醫師 我覺得不合理啦 還是要病人有這種責任的啦 剛剛委員談到所謂的病人的責任 那當然就是每個人應該要有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可是每個人不會都有啦 如果你透過制度 難道你要去建立一個制度 叫做檢驗的部分負擔嗎 我是說 但是這個制度如果弄下去 當然這種無理要求檢驗的會大幅減少 可是也很可能說 就電腦斷層 如果覺得要出幾個萬塊 幾千塊而已 幾百塊 自費 幾千塊是MRI一個部位啦 會不會因為這樣反而大家更不願意就醫 然後呢 因小失大 總體而言都如果回到今天主題 就是說 我們會不會太在意檢驗費用的問題 如果我們說了檢驗費用 會不會把問題往後延 然後擴大 你事前不檢查 到要正經中難嗎 腫瘤 不太痠 付出醫療資源不更大嗎 我覺得 我認為是這樣的 因為這個影響因素兩個 一個是健康因素 一個是叫做經濟因素 那我們先看經濟因素 這個在臺灣比較特別 是因為臺灣是單一的保險人的機制 所以事實上變成很大的一個責任在保險的 怎麼設計 讓民眾可以在一個專業的引導之下 就你就聽醫生告訴你 他覺得這個時候應該要MRI 這個時候不需要 或者你應該更晚才做電腦斷層 類似這樣 可是呢 有一個問題 你剛才說 大家電腦斷層 難道那個多做 真的都是電腦屬腹的嗎 沒有 其實之前也有那種 民眾就是自己 醫生 其實他現在如果真要看 他會知道你做過了 所以他可以看得到 然後於是他就跟你說 可是因為依據健保規定 你已經做過了 你這個做 我們會扣錢 所以我們不能幫你做 有很豪氣的病患 就說自己出了 只有這一款 有醫院就直接說 准說你要做 你可能要自己付錢 因為這不能申報健保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你還是可以這樣說 第一個原則當然是依據 他的適應症 他該不該做 什麼來做 可是如果例外 這種病患要求 要求的情況下 是不是註記 比如說 那這樣好了 我還是幫你做 但是比如說你設計一個制度 健保核山之後離虎 因為我的 我的建議是 我的建議是 你應該是可以不用做的 那你如果這麼擔心 我還是先幫你申請 我還是先幫你 因為我醫生一開始就叫你付錢 你一定會覺得 你們就是愛錢鬼啊 你們就是鼓吹自費啊 你們就為了賺錢嘛 是不是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原則的例外事項 我可以請你自費 我先不請你自費 因為自費拿了錢他就不高興 因為我都不知道 走去哪裡 他怎麼可能回來 會落這條錢 也是有啦 想我正常不去 你落錢 我會回去 沒有 就是說一樣啊 你在中華民國境內 你要說真的 每個人都故意賴臟 他是屬於少數 所以一樣是我上去嘛 那健保署 看那你這個不行 那一次健保去追葬 就不會是 不會是醫生追葬 你知道嗎 應該是健保去追葬 錢是你在管的 我管的是醫療 你如果覺得這筆錢 不應該出 那你去跟他討論 是不是 這個事情 第二部分就是我常常覺得 署長的電話給你 你比較好 保險人 保險人本來就要負責一件事 我怎麼樣把我的制度設計到 就是第一品質好 第二錢不會虧嘛 所以在外國 現在大數據的時代之下 他有很多的系統 比如說他們那種pre-managed ED 好的 就是我這個病患 從急診進來照道理 管他到哪裡急診 我就應該收到他相關的資料 他做過什麼事情 他之前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急診 訴註講了 你沒有 急診進來的時候 老實說不應該 就應該有這些東西了 不是把責任變成說 你 民眾看你 話會說 是不是 照道理 醫生最最緊急 最短的時間之下 可以判斷東西 他應該都要拿得到 對啊 其實說實在 我這張power point 這張圖片給你們看 你們可以看得到 其實就是說我們臺灣 就是說我們的 之前的那個健保的費用 從兩千兩百多億 到現在六千六百億的時候 很多都覺得健保很有錢 那但是問題就是 假如目前我們在花費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個上去的時候 我們花的那個檢驗檢查 花的費用是三十八Percent 然後呢 我們的藥會用了三四Percent 反而真正我們的醫師的 檢查會 是不是往下降 你們每一個人的薪水 你想想看 你民國八十幾年的 你薪水跟你現在的薪水 都一直在加薪 可是醫師的薪水 為什麼要減少 因為我們的點數 並沒有調整 但是問題 我們所有的那個 在檢驗檢查跟藥會的點數 大概很高的時候 結果就把那個點值稀釋了以後 稀釋以後就換回來 醫師的薪水 事實上沒有在漲 你知道 所以變成這種現實面的話 就是說 為什麼我在講 一再強調說 我 因為就你剛講大數據 我是覺得說 我很驕傲 我們臺灣的健保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 單一保險的制度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多數據 我們去分析了以後 我們都知道 我們該怎麼做 那當然的 說實在的 我在這樣的一個 一個背景的時候 我去無二人藉這個工作 說實在的 我也是覺得說 要怎麼樣去把這個錢 做最有效的利用 今天假如說 我們一百零九年 我們臺灣的安全準備基金就沒有了 我們需要再長保衛 我說的那也沒什麼了不起 那就變成說 你就是坐這個位置 你就是這個樣子 可是今天就是我的目標 就希望 不要把保衛拉高 可是問題是 我要讓我們的醫療人員 能夠得到最好的一個 合理的一個回饋 這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檢驗檢查 這一部分的話 就是要考慮 所以剛剛你提到 像這部份負擔 其實部份負擔 這個概念 並不是說 我們 我們本身來講 並沒有對健保有什麼好處 其實部份負擔 是在說實在的 是增加病人看病的一個困難度 但問題是我們很多檢驗檢查 在我們的區域院 或是我們醫學中心 事實上做了很多 那這個就是變成說 臺灣的醫療 一些公立醫院 像我從開始當醫生 就一直在公立醫院服務 我的薪水都跑不掉了 多少錢都一定 但是問題是四人醫院的話 坦白講 你的 你醫師沒有底薪嘛 沒有底薪 你做很多的醫療行為 才可以得到 你應該得到的 所以這事實上 對整個臺灣的那個 這個腦袋裡面裝的東西 事實上是有不一樣 我能不能follow 剛剛我們組長談的那個東西 就是那個圖嘛 看到就是檢驗檢查的 那個用掉的這個錢 遠遠高過藥價 跟那個醫師的這個診療費 這個結果一點都不意外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些年 大醫院軍備競賽的 一塌糊塗 轟轟烈烈 你買了那麼多儀器 你當然要這個好好的用嘛 用力的用啊 要不然你買的儀器幹什麼 有需要沒需要通通都來檢查 都用 對 所以我剛剛我也同意說 有些不 有有極少數的病人 我剛剛其實我看的都是極端病人嘛 是 有極少數病人可能會有問題 可是我覺得才那個ok 可是更大的問題 就是醫療院所的那個浪費的問題 對 我覺得這地方 包括那個軍備競賽 是不是要讓我們這些大醫院 搞得這麼多 這一步的話 對 說賽勒 那天我們有跟部長在報告 就是說其實我覺得在整個醫療的 體系裡面 對於就是所謂的醫療提供的 譬如說醫師 護理師 藥師 這些專業人員 本來就是醫療體系裡面是最重要的 我們應該給他合理的一個給付 那自己這些檢驗檢查 也許就是說 說賽勒 假如說我們把這個下面的經費 弄好了以後 上面這個地方 這一塊的話 讓他去互動的話 是 那對很多時候 你開 你不要說 我開了檢驗檢查 就是要得到更多的好處 我想這是會有一個不一樣的思考 我們來看看 整個臺灣醫療檢查的 那個支出有膨脹的多誇張 在民國八十七年的時候 電腦斷層 就是CT 只做了三十一億 到一百零五年做了九十二億 成長率百分之一百九十六 MRI磁症噪影 八十七年只有十三億 花十三億 一百零五年花了五十八億 成長率三百四十六趴 生意 血液生化檢查 從七十二億漲到一百九十九億 整體醫療支出成長二點四倍 八十七年是兩千五百二十億點 這個點數不一定換成一塊錢 一百零五年變成五千九百三十三億 健保署一百零五年調查說 八成六的醫師表示 民眾浪費醫療資源跟藥物 不過醫師恐怕也要負一部分的責任 我們再來看看這個數字 就知道說我們現在的結構有多荒謬 或是多誇張 我們健保出十塊的比例當中 四塊拿來做檢查 大概三塊半拿來吃藥 醫生 檢驗師 藥師 護理師 這些所有的工 那個全部的醫療人員加起來 十塊拿不到三塊 理論上這邊應該要很多 醫生才不會過勞 醫療品質才會加長 但是現在是這邊拿了 絕大部分的錢 那當然這個絕大部分錢 還是醫院拿走了 我們來看看 現在還有另外一個更大的問題 之前我們也談到 現在我們的醫院有公立醫院 有財團型的醫院 還有社區型的醫院 社區型醫院某種程度是可以盈利 他可以回到股東 但是財團醫院百分之百 都要再投入醫療 可是現在大家的觀感恐怕不太一樣 因為這一連串長根的風波 特別是臨口長根 讓他覺得說醫院 真的是百分之百做公醫嗎 來看看 最近長根醫院 頻頻爆發爭議 先前有護理師就爆料 長根將子宮鏡檢查 當成行銷工具賺錢 門診約九成的新境病患 都會安排這項檢查 為此健保署抽查 臨口長根四百零四件病例 結果有高達七十二趴為非必要 或症狀不符遭到河山 而事實上長根不是頭一遭被質疑 以營利為導向 六月底時臨口長根也傳出 有二十二名急診醫師 疑似不滿院方 為了節省成本 打算縮減急診專科醫師 份兒集體離職 儘管院方極力澄清 但是當時還是有不少醫師 遞出離職單 就連雲寧長根唯一的急診醫師 也以個人發展為由離職 導致七月開始雲寧長根 沒有急診醫師 長根急診醫師 集體離職事件 先出醫療財團法人醫院 營利化的問題 醫界要求改革的聲浪不斷 醫勞盟指出法人醫院 講究社會公益 但長根醫院財團法人 董事會結構還是以王家為主 不利醫院正常發展 因此必須修改醫療法 重新分配成員占比 醫勞盟也強調 如果結構性的問題不改 難保其他醫院 不會上演類似的風波 不過蔡醫師 您自己也是醫勞盟的 所以我要請教你這個問題 醫院就說這個虧本 很難殘淡經營 又遇到健保署 動不動就要核檢我的這些申報 可是看看事實上不是這樣子 你看像臺大醫院現在是那個 在一百零四年 他整體收入是排第一名 臺大一直說 我弄啊 台人啊 不是這樣子 不過無論如何 他還是一年 我們不應該用賺 但是盈餘了二十億 林口長根排第二名 盈餘十九億 那臺大為什麼喊冤呢 因為他說林口長根 每次在結算的時候 他就可以去買臺化 買臺塑相關 臺塑四保的股票 他賺的盈餘就大幅降下來 或者是說他就可以丟幾十億 去蓋一個什麼生化大樓 蓋一個什麼醫療大樓 蓋一個什麼銀法的東西 但無論如何 開醫院顯然是很好生意 因為其實還蠻賺錢的 可是我們來看看 其實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臺大賺錢 如果臺大把所有的錢 都回到公益或是醫療 這個大家沒話說 可是我們來看看下一張 長根賺錢呢 就拿去買股票 也不能說他不對 因為買了股票 然後他大賺鼓勵 他也回到長根醫院的體系裡面來 我請教一下蔡醫師 這個結構有問題嗎 這個結構的確 不過所以說 這個的確也是 我們未來在醫院治理裡面 坦白講 就是說也需要有這個 醫療裡面的這些員工的 這個代表的成員在裡面 他可以反映一些 像一些勞務啦 還有一些像福利 這個方面的這個需求 我想從這一次 這一連丹的這個事情 的確是需要去改變了 所以不是所謂的財團 醫院的結構性問題 而是所謂的萬年董事的問題 這個部分其實是在國內一個很大的一個topic 主席就是說 今天你看 有那個急診 集體離職的 還接下來 隔空開刀的 還接下來這個子宮癥 財團醫院在健保署的概念上 需要做一些改革嗎 其實是這樣 我是覺得還是回到原點 我就覺得 因為很多東西 我最近去那個美國演講的時候 他們也跟我講 其實這大部分都是跟你那個leadership 你本身腦袋裡面想 怎麼去想 假如你就是說 你假如會覺得說我們的這個醫療 就是以病人為中心 給病人最好的治療 我們要提供這樣的一個環境的時候 你的邏輯就不太一樣 那如果就是你腦袋裡面想說要賺錢 那我想就慌慌就不太一樣 但是不過問題就是我們健保 我想每個人在罵罵 都會罵健保 就跟你現在看到 我看今天秀出來很多資料 都是我在報紙投書 或是寫的東西 謝謝你 我自己就覺得說 我實在看不下去 我覺得很多東西要改 要改 可是我覺得說 我也是徵求醫界裡面 大家有共識 不是說用很強迫式的 而大家互相來 退一步來思考的時候 就不太一樣 所以給我們一個時間 我想健保本身來講 提供的資源 會改變整個醫療生態 但問題就是說 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像說今天 你看那個 我們的一些那個核山的部分 說實在也不是我們健保 同仁在那邊做核山 我們會請我們的婦產科的專家 來看看怎麼做 你旁邊就做婦產科醫學會的 那個理事長 秘書長 就是我都是會請他們 因為我覺得說 我跟我們同仁說 我們假如有不懂的東西 我們不要擅自作主 我們就請教 我們相關的一些教授 他們會願意協助我們 我想這樣才會步入正軌 那很多東西 很多政策的時候 也是一樣 只要我們更多醫界的人 護理界的人 要是他們都進來 就像你這樣提到一些 社區醫院 社區醫院 都是一樣 他們在一起來改善 是就好 不要去一直罵醫師 我覺得是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 是的 可是我是就說實在 我坦白講 我對我的病人很好 但是我相信其實臺灣的民眾 也在某一些部分 要學習教育 自己也是要負习一些責任 大家共同來珍惜健保資源 不過一句話就是說 大家一起來幫李柏章 我們要努力民國一百零九年 全面不要漲健保費 大家要珍惜醫療資源 可是劉老師我要請教你 應該會長期在談 醫療體系盈利化的這個問題 很嚴重嗎 怎麼改 很嚴重啊 所以我們上一波在做這個 醫療法的修法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都提了很多的意見 可惜都幾乎沒有採納 這個現在已經出了委員會了 醫療法的修法已經出了 可是有很多的那個內容 現在有一些內容上 大家意見不太一樣的地方 是就在這個會期開議之後 會做協商 就是董事會結構 就會改變 董事會結構 然後這個醫院過去 他只有用醫療的盈餘來做這個 所謂的社會公盈 做他自己的公益的部分 現在是把他所有盈餘 包含說他是停車場賺的錢 業外收入也通通都算 美食街賺的錢 但是還是可以買股票嗎 買股票賺的錢 他也要全部你賺的錢 鼓勵也要回到 對 回到醫院的經營 回到他的這個 他的人員的部分 這個會期 拼二三讀 對 這個會期一定會出去 我們希望快馬加鞭 然後還有內部的這個 接你的問題 應該也要加強 要不然就是這所有的錢放進去 事實上就像我們剛剛說到 那個這個這個股票結構的問題 買股票沒有問題 對 可是問題全都是 他們自己財團裡頭的 他覺得自己的股票好啊 別的股票不好啊 他論過 別的股票不好 我就不相信 這一定有公論嘛 對不對 好 然後再來一件事就是說 那你買了這些股票 然後累積了這麼樣的一個 這個股息 那我們要問啊 那這些錢你要用在哪裡 你預計要用在哪裡啊 是 對病人 然後對對我們他們的醫療 這個就是醫療 醫療人員 你準備要加薪嗎 要不然你這麼拼命的去買 這個股票 這個累積了這麼多的 這個利息要做什麼呢 那如果只是累積 不要不準備做任何公益的事情 那我請他們審審算了 因為因為他們這樣買了以後 反而就是每一年的那個醫療 那個醫務盈餘的部分變少了 變少之後 他用在這個醫療社服部分 也就變少了 瞭解 對 就可以就可以擺脫了 那個我們法令上 要他做的這件事情 住行其實我們如果要批評臺大 很多都是醫療糾紛 醫療疏失啦 但是很少說臺大是一個為了賺錢 而犧牲什麼什麼的 可是換了另外一個 就會變成出很多問題 我們真的問題是出在所謂的醫院營利化嗎 我必須說啦 我完全不一樣的看法 請說 告訴我臺大為什麼應該賺二十億 你都是一個公立醫院 你不是應該要把這些東西 怎麼樣設法 我如果今年賺到二十億 我就要想我的醫生的薪水合不合理 我的護病比合不合理 我醫療的設施是不是要改 我是不是要提升我整體的醫生的 他們的服務品質 包括他們自己的就業環境品質 對不對 是 你一個臺大賺二十億是很可恥的事情 你不要跟我說 我很可憐 因為長庚去買股票 臺大賺二十億要不要繳庫 繳回國庫 他們 你就說就算你繳回國庫 都是很可恥的事 因為你應該把他拿來提升你的醫療環境 或者你的護理人員的環境 你其他人員的環境 你要做的是這件事 那至於長庚或其他醫院的事情 再來講就是第二件事情 他們要把他做的不賺錢 老實說我覺得長庚 大家都說他去買股票 可是就我所知 我印象中 他們是本來就捐出來的時候 就是以股票的形式捐出來 所以他不斷的股母生股子 所以他有一大步不上來的 那其他的醫院 你看起來沒有買股票 也幹什麼 沒賺錢 因為他們現在有很多新的招式 比如說以前你說 他都說他藥價差很大 因為他是最大的賺錢一部分 我現在很聰明 我自己中間在開一個藥品物流 那物流的時候 價差在物流公司留住 我給你的時候 你根本就沒有價差 你怎麼查呢 你教我 瞭解 是 所以老實說 那個我常常講 道高一尺 磨高一張 就是有時候你看到的 覺得最最險惡的醫院 他未必是最險惡的 就是他們只是他們的方法 可能你會覺得你這樣拙劣 其實有各式各樣招數 所以我覺得第二件事情是說 剛剛那個醫師有提到說 比如說我們的這個董事 董監事裡面 可能一定的勞工朋友 你看那個為什麼這次李時針 本草綱目他們會鬥的這樣子血流成河 不就大家都希望能夠到理事 董事的位置嗎 瞭解 是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引入更專業 或者外 外部的勾激力量 而是被外部的勾激 是必須內行的 不只是可能 我就想說 你們明明這個財報 應該有快知識的簽合 那有沒有其他東西 我們是可以有一套 是不是只有看這一套賬 而是可以知道這些金流怎麼走 所長你的看法呢 這個所謂的醫院營利化的問題 其實當然醫院一定會有他的策略 怎麼去賺錢 那當然我是覺得他們的錢 現在大部分來講 就是兩部分 一個是來自於我們健保的給付 那一個就是來自於病人的自費 的部分 是 那這一部分 其實我們在健保裡面 我都有一定 就是已經有一些資料 其實我也是像說 比如說自費的部分 看起來是很簡單 他就是跟病人講 可是問題是 譬如說有一個器材 他是健保也是有同樣的器材 可是健保他也許是給付一萬塊 那他呢 他自費要三萬塊 他就是不用 不願意 用健保的給付的方式 可是問題有 理論上三萬塊不容易賣 但是問題就是醫師會跟病人 醫師就會跟病人說這個給他好 健保也不好 我就很氣 我就覺得說為什麼 我們健保哪裡不好 你知道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都是會慢慢資料 會資訊會公開化 那我們的病人 我們民眾去選擇的時候說 在台大醫院的人都用健保的 在這間病人都用智慧的 OK 所以最關鍵就是 資訊要更透明 更公開 更整合 雲端系統要做得更棒 怎麼又更及時 你不能說事後才發現 原來你一年看一百次了 應該第二十次的新聞 錄到什麼時候 我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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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告訴你們 看得見的東西不見得存在 這瞬間移動真的只有一瞬間 看清楚了 我現在... 準備 第一位 瞬間移動 他就為了來到我面前告訴我 我是個騙子 是 你根本什麼都不懂